阿伯就開始吃 阿伯吃了一天後,他聽風就好起來了 第二天又繼續吃,第三天又繼續吃 但是吃了幾個天,其實他聽風是沒法 但是他開始胃很痛的 後面就開始老賽 老賽一直老,他就經常看胃痛苦 身伴齒的胃痛苦,人說好,他都去看 他都看不好,但是他肯肯老賽 這樣老十天 他就想讓這個身伴齒的胃痛苦 沒有人有辦法以外的胃痛苦 這種簡單的問題,沒有人有辦法處理 有一天,差不多吃到11天的時候 阿伯的胃痛苦,水分流太多了 血液的感覺,就放進去了 進去了之後,他就釣大冬 一天一天,因為那天他沒有吃那種 聽風的油,所以那天沒有老賽 後來,後來安永園的時候 又開始吃那種油,又開始老賽 其實是阿伯的胃痛苦,因為吃那種聽風的油 那種油不可以坐一桌,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他就開始會感苦 如果老賽的時候,要趕動 如果沒有動 那種油會最流油漬 但是,你也不知道 因為沒有人去注意,你去吃什麼油 他就去吃,然後脫衣,又去吃 然後,差不多吃到兩禮拜,在買過的時候 有油書來去跟他吃 他就告訴他,後師傅就告訴他 阿伯一直脫衣,油都吃不好 然後又去吃 然後,油書來問一下,他的脫衣 怎麼看來脫衣 一天脫衣 原來,他發現說,他吃那個油的橋樑 騎到老賽了,趕緊